海鮮跟肉類來比 當然相對它的熱量是低還蠻多的 那這邊一樣都是用100公克來舉例的話 像海參 蛇蠣 牡蠣 花枝 這個熱量其實都還蠻低 都是大概差不多5-60卡左右而已 100公克 那海鮮的話稍微要注意就是一樣 動物都是肚子的地方其實是最油的 所以同樣是鮭魚 一般的鮭魚肉100公克上面沒有寫到 可是鮭魚肚的話 就有349大卡 哇 是的 那鮭魚肚那種 而且100公克其實沒多少 如果你切成生魚片大概四到六片 很少耶 一人份的感覺 對 像那種迴轉壽司比較39元 那個比較小片的大概就是六片而已 比較多一點的大概才四片 在所謂的高普林的食物裡面 動物的內臟 帶殼的海鮮 我都跟病人講 這十個字你一定要記在腦袋裡面 動物的內臟 帶殼的海鮮 這十個字又加上你又喝啤酒 我們知道酒精會讓你的身體裡面 對尿酸的代謝出問題 而且酒精當中 啤酒是最毒的 嗯 很毒 啤酒是最毒的 所以說你吃這些東西又配啤酒的話 我告訴你 你就會隔天 你可能身體還很好 但是你會跳著走進來 為什麼 男生痛風 會讓一個男生 一個像杜莉這麼精壯可愛的男生 會腳痛的走進來 會像女生一樣哀哀叫的 我告訴你 那就是痛風 欸 我真的最近我發生一個問題 如果我晚上喝了兩瓶啤酒 就兩瓶啤酒而已 我隔天早上起來 我手腳就走起來了 對 喔 那再過來 另外 生蠔 那個蝦頭裡面擋固醇也高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它雖然熱量 同樣100公克海鮮的食物 真的是比牛肉豬肉熱量少 但是它有一些東西害怕的就是什麼 就是本身就是擋固醇的問題 沒有痛風的問題 那如果這樣我不吃蝦頭 也不吃蟹膏 這樣OK嗎 可以多吃個差不多1 3分之1的其他的量 對 而且我常常覺得啦 其實如果是自己動手撥蝦 跟自己動手撥螃蟹對你更好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吃海鮮可以低熱量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它吃起來不方便 對 你知道我們一隻螃蟹呢 大概人家限時2個鐘頭 你已經花掉1個鐘頭 對 所以你不容易吃過多 所以不要讓九速小姐撥 你自己撥會更好 可是我要講一個很好笑的 剛才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說那種吃到飽 吃過頭出現的案例 不外乎像那種吃完隔天 還沒到隔天啦 大概深夜就準備送衣 就是那種痛風大發中 那當下就送衣的就是 之前有那種吃到那個 整個胃是卡住 是胃卡住下不去 然後整個都撐撐撐 有人說撐到喉嚨都快突出來 還是真的 因為它下不去 好好讓它吃喔 因為它吃太快了 然後馬上在胃的底部 變成一個折疊 所以變成你那個 往下的出口疊住了 雖然一直吃一直吃 它還沒感覺喔 通常吃到滿出來 站起來才發現肚子痛得要死 想偷偷不出來 想讓它下去下不去 趕快送急診 醫生緊急用那個 類似換位的方式把它抽出來 喔 類似這個 可是我想一個更好笑的 這是純好笑 就是有一個人啊 你知道剛剛你們喜歡吃那個 受洗鍋吃到嗎 那受洗鍋吃到飽的標準動作 就是要把那個肉 拿那個筷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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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它嗎 她說她遇到一個是說 那天去醫生說 醫生我手好像扭到還是到兩隻腳 她現在怎麼回事 就是我那個吃到我醫生 這也太可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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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那個發炎發作 然後之後卡住 這也太可愛了吧 厲害了 厲害厲害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真的他就是為了吃上風的感言 真的假的 他就是 他其實長得跟杜力有點像 他是原住民朋友 然後他就是 自己陽台也要烤肉 無肉不歡啦 後來他是結婚才事情改善 因為他老婆一直盯他 就是一直盯他飲食 然後變成他就是 痛風也比較改善 體重也比較控制 所以搞不好 杜力你結婚之後 就比較不會發作 阿婆你會這樣子對我嗎 沒有 你會太爛了 不好意思 不是 我跟大家講啦 其實有痛風的病 病人齁 基本上你要去踩這些地雷之前 其實 你如果可以事先先吃藥 我常說其實剛才提到說 其實我們醫生本身裡面 其實我們比病人專業的地方是 知道自己要去 護湯到火之前 會先把安全措施給做好 說實在 那你就是事前先吃藥 然後再覺得那個場合 萬一真的是吃過量了 那隔天起來會有不舒服 那就再把藥吃進去嘛 至少我們醫生不會痛著去 沒辦法去看診嘛 我痛著進診間嘛 這基本上是 對於慢性病的病人 你要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知道自己有一些方式來照顧自己 不要讓自己真的痛的真的是 真的痛起來 真的非常非常的痛 真的在大口吃肉 大口吃海鮮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想清他 不過今天討論半天 應該有一個人一直冷笑 說你們這些老人 年輕的什麼都很高 因為我是怎麼弄吃就是胖 然後後面喝苦辣醉 我覺得一定有一個小秘訣 因為我自己就體驗過就是吃很多 然後就是體驗自己 就是我有自己在家 喝了一大杯的梅子果醋 因為我就覺得它 可以幫助肚子蠕動啊 然後可以嗯嗯 所以我就覺得它可以瘦身 然後我就喝了一大杯 然後就真的 一個禮拜就瘦了一公斤 這是你年輕人代謝 他喝多餐果醋都一樣 你喝多餐一樣瘦一公斤 他就年輕人代謝好了 對啊 我如果真的一樣跟你這樣吃 我明天變肚臉了 果醋也有熱量有沒有 對啊 你選的果醋是有甜的嗎 梅子果醋 就甜啦 那不是好喝嗎 那是又甜的 而且梅子酸 然後又要更多甜去遮 遮掩那個酸 真的 年輕就是本錢 對啊 趕快營養師趕快勸大家 不要學年輕人啊 哈哈 其實如果是說 我們去吃那個 有一些牛排餐廳 其實中間會給你一小杯的那個醋 對啊 那醋其實是可以有解膩 然後就是裡面 醋裡面的酸是 刺激腸胃蠕動是OK的 但是就是 也不要過量嘛 剛剛欽玲有講到 其實 醋飲裡面有很多隱藏的糖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偶爾當你真的肉吃太多的時候 稍微一小杯這個醋飲解膩一下 是沒有問題的 或是像 梅子汁也可以 黑棗汁其實它也可以去刺激我們 黑棗 乳動 對這個也是OK的 可是你喝完之後 就不膩了 你就再吃更多啊 對 定位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喝它是為了就是 解緩你的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對因為其實當大家肉吃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帶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吃完當下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蛋白質它的消化是很慢的 而且肉裡面又有很多的油脂 油脂消化更慢 對 所以其實你會可能脹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們透過一些食物 像是剛剛講的醋啊 或是說有些蔬菜跟水果裡面 其實有少量的一些蛋白質分解酵素 比如說鳳梨裡面有鳳梨酵素 對青木瓜有青木瓜酵素 那你跟肉稍微搭配著一起吃 稍微有一點點的幫助 但是幫助很小 因為通常我們的蔬菜水果裡面 它的那個酵素的活性都不高啦 對 所以提供給大家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萬一你真的很不舒服的時候 當然直接考慮吃消化酵素的補充 是最快的方式 對 有人說韓國人 之所以每一餐都要吃泡菜 是因為那個也可以幫助消化 是真的嗎 對 因為其實韓式泡菜 它跟我們台式泡菜的做法不一樣 它是有發酵的 對 所以韓式泡菜裡面它有益生菌 對 那益生菌本身 我們吃進來到腸子以後 你的腸子好菌夠多的情況下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產生一些消化酵素 對 所以其實你多吃一些 就是肉搭配一些韓式泡菜 增加我們腸道的一些益生菌 其實也可以減少 你平常就是不小心這種 肉吃太多造成的消化不良的問題 對 然後搭配足夠的青菜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蔬菜裡面的纖維也可以增加我們腸道的好菌 而且當你肉 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肉吃太多膽固醇太高的問題 對 那當你肉搭配蔬菜的這個纖維一起吃的時候 它也可以減少一些膽固醇的吸收 那相對你的負擔就不會那麼大 那如果喝一些分解茶呢 喔 分解茶呢 分解茶第一個就是它是基底是綠茶 然後它裡面加了水溶性膳食纖維 對 所以它最主要的功能還是在纖維的部分 對 所以就跟你吃肉搭配一盤蔬菜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對 不過現在真的尾牙春酒都很多 所以親愛的朋友們 現在就帶著韓式泡菜 黑澡汁 然後你的藥 我們就一起去吃熱炒吧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看我們冒冒好身份 記得跟我們工作 等等拜拜 還是要運動啊 要有節制好不好 不好意思 其實我通常都是整天在喊惡的人 但是啊 我也就算了 很多小朋友整天在喊惡 是不是有些問題啊 其實有些小孩子 他是平常就很常會喊惡 那你就看他身材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發展正常 身材正常就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你的孩子以前都不喊惡 突然之間開始 你整天跟你說我好渴 我好餓 那的確我們就要想為什麼了 有一種低型糖尿病的孩子 多吃多喝多尿嘛 所以你會發現他很愛喝水 食量變大 然後弄要很多 那你就要開始懷疑 這可能是一種先天型 我不能說先天啦 就是他跟肥胖無關的 這種低型糖尿病 好那這最可怕的 那如果第二可怕呢 我們常常在門診碰到的是藥物 啊 對 比如說他可能去 A診所 B診所 C診所 輪流去 然後三個診所 不知道上一個醫生開的藥 所以連續三次 連續可能十幾天 都開到類固醇 哦 那最後這個類固醇 就會讓它變燙這樣 我們通常類固醇吃超過四四天 你就會開始變燙 那食量就會變好 那還有一種是心理上的 就是說這個小朋友 他每次吃飯大家就說好棒喔 或者是媽媽每次想要打發他 就叫他吃東西 給他吃糖果吃什麼 所以他就把吃呢 當作好好爸爸媽媽媽的方法 或者是把吃當作爸爸媽媽愛我的代表 了解 所以他就是只要你這個內心不滿足 空虛他就跟你要吃了 這是心理上的部分 第四個其實就是你的孩子剛好發展 到一個這個時間點 他的運動量增加了 這也是很有可能 很多小孩子上了這個中班大班 運動量變大了 我們食量突然變好 這也是另外一個生活型態的改變 所以我們從很多方面去找你的孩子 食量變大的原因 那最重要就是確定沒有疾病之後 看他快快樂的發展正常 快快樂的長大 排便正常 排尿正常 那就不用太擔心